针对中国宣布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包含钓鱼岛上空一事 日本外务省向中方提出抗议 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大洋州局局长一元权一 23号致电中国驻日公使韩志强提出严正抗议 指中方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包含钓鱼岛上空是极其危险的举动 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测的事态 而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斯五点也在23号晚 召集防卫省自卫队官员开会商讨对策 小野斯在会后表示 自卫队将会加强警戒和监视 自卫队的飞机也将继续按照现行的做法 有需要时在东海紧急升空应对突发状况 小野斯又说 由于东海上空一带有民航机飞行 所以日本政府也将适当的做好应应措施 就公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 会不会有其他军事动作备受日方关注 但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司令中研俊道接受采访时表示 相信中国的军事行动 不会因此有重大变化 日本媒体也就此事纷纷发表评论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设立的识别区 部分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 必将导致两国在重叠空域的对峙加剧 共同社认为日中两国的紧张局势也将进一步加剧 日本新闻网认为 今后一旦日本战机和侦察接近陆钓鱼岛附近海域 中国战机必将起飞拦截 凤尾卫视组合部到